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红叶的画法 那么没有勾它 我们这节课我们注意 我先把这个质感画出来以后 教大家怎么去勾红叶 还是 中等墨色调出来 然后鼻鼻水 然后笔尖来点重墨 一定要让你的笔上了墨色 不要让它一样 先把质感画出来 行笔的时候要慢点 一定要慢点 不要太快 这是质感 质感因为它有时候 很有囚禁 要有中锋行笔 再来个小质感 好 我们先画这么多 然后我们再去画它这个叶子 先把叶子画出来 毛笔打湿 刚刚上节跟我们讲了 红叶怎么画的 先调出淡绿色 调到笔度后面 也就是快到笔尾了 调出淡绿色 调出淡绿色 到笔尾 到笔尾 淡淡的绿色 花青加藤黄 就调出绿色了 淡绿色 然后我们注意避避水 然后笔头 调到笔度 调到笔度 调到笔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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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来点薯红 提起来 一点点 把毛笔提起来 然后注意 我们再开始 笔尖上来点腌制 好了 我现在开始 给这个叶子先画上去 这个叶子你画的时候注意点 它这个方向 一片大的一片小的 让它 让它有一些变化 没水了再加点水 再加点水 这个时候你的叶子颜色是绝对有变化了 再出来一个 看这边好 我们的叶子基本上你看啊 再来一个好就画完了 下面呢我们要趁它没有干的时候 我们要勾它啊 红叶水就要点完以后要勾 注意毛笔小毛笔啊 小剃头笔大湿 我们来点墨色笔尖 中等墨色啊 中等墨色不要有水啊 不要有水 中等墨色稍调一下 勾这个红叶的时候呢 注意它一般是卵型的这个叶子啊 卵型的 有的是倒卵型 有的是正卵型哈 勾的时候不能 呃 渴到这个边儿勾哈 要让让 要让它有出入啊 有出入 小一点的 这个的也是 小一点的 你不一定看 看好可乐的边儿啊 要有出入的啊 再蘸点墨 注意不能要挨着这个直干啊 一定要注意它那个 要有一些这个 就是空间要留它的饼啊 它还有饼呢 所以有那饼要留着啊 饼要留着 方向你自己去看你这个方向啊 看你这个方向啊 说是什么样的方向啊 是什么样的方向 方向你来定 没黄 就是 好 稍加一点墨 这是勾线 这个勾线是非常关键的 是体现一个勾 中文化就是一个勾 一定要把它勾了 就是到位 好 我们基本上把它勾完了 我们可以点点兜 给枝干上 点兜其实也是乘上乘下的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个 给它们连起来 用那饼连起来 它还有饼的呀对吧 我们要把饼连起来 好 这个叶子呢就化完了